如果男生 你已經答應他說 你要做這件事情 那你就是要 因為我家比較小 家在小套房 然後我跟我男友都非常愛潛水 你知道潛水裝備很多、很大 然後他那時候就自己說 沒關係 那你把你的裝備放在我家 我可以幫你清洗 然後我又有車 所以我們一起去潛水的時候呢 我就順便把他扛上車 我們就一起出發到海邊 我說OK,好 然後那天我們就要去海邊 在之前晚上我就跟他說 你所有東西都要記得帶 你不要忘記 因為裝備都是我們自己 自己花錢買的 那也習慣用自己的東西 然後我就double check三次 我就跟他說 你要記得帶什麼東西 帶了沒 帶了 那你面鏡帶了沒 帶了 什麼什麼東西帶了沒 他說 我都帶了 我都有double check過了 你放心好不好 我真的是腦容量沒有那麼小 然後還就有點不高興 我就想說OK,好 然後我們那天就到海邊去 我就想說今天要潛水 然後我就裝備穿一穿 穿差不多 我說 然後就這樣 鞋子啊 喔 好可愛喔 可愛啊 對呀,可愛啊 對呀 我整個火都冒上來 我說好可愛 在陽台 請問是在你家中和的陽台嗎 他說 我說所以是 他說 還沒乾 還沒乾 我們現在就要下水 所以沒關係啊 他說 沒關係啊 反正你不是想換鞋了嗎 那我們就去附近租嘛 然後你就穿看看 如果你覺得很喜歡 我們就去買那一雙 然後我就 好 好,那我們就去租 然後就走去租的地方 然後就在那邊試半天 然後因為你知道 夏天就穿防寒衣很熱 那個火已經 這個快要不行快焦不滅了 然後這邊說 老闆我要這一雙 然後老闆就說 身分證 就是要登記身分證 因為他很怕你把鞋子拿走 證件 然後我就說身分證 然後就這樣 在陽台啊 然後他說 身分證 我今天好像... 我去車廂找一下 然後就在那邊折騰 來來回回 他就在車子裡面 一直找他的皮夾在哪裡 然後找完之後鎖車 然後過來 然後拿身分證 然後弄... 最後我們大概延遲了 好像我記得兩個小時才下水 然後那一次我就覺得 這是真的是不能交代耶 而且志涵 你自己答應我說 我會都是帶清楚 而且是你自己說 要把東西放在你家的 不行 然後你還沒做好 有關於這種細節上面的東西 千萬不能交給男生 真的 像我有一次就是說 我女朋友 她去公司的尾牙 那個抽獎 抽到那個什麼 那個衣櫃 就是那個... 但是問題是 那個是DIY 自己做 自己做 會DIY的衣櫃 對啊 很難耶 哪會啊 很簡單耶 簡單耶 問題是就是 我開始就是外景 躲在外面 一直在外面的時候 當然回到家很晚啊 然後他一直在跟我說 想說幫我弄... 想說幫我弄... 結果就是一個禮拜 問題是我在工作 我只是忘了跟大家講說 我就是開始外景 結果一個禮拜後他自己 自己裝 那很難練耶 當然啊 對啊 一個衣櫃你搞一個禮拜 對啊 這很誇張耶 衣櫃沒有很難耶 我很難耶 像杜莉或任翔或其他人 衣櫃是不是一個小時就弄好了 對 對 你搞一個禮拜 衣櫃也要弄一個禮拜 衣櫃 我乾姊他跟他老公 他們要去香港的時候 他是全部都是女生排行程 因為他們自由行 然後 就一件事而已 結果他就把行程全部排好 然後到了要去領域 逛逛的時候 發現 沒有簽證 可是他們沒有台報證 所以他們也沒辦法直接飛香港 那就很麻煩 他要跑去櫃台 然後重新辦理 然後列印什麼的 然後那個登機的時間 越來越逼近 時間越來越緊 他們就覺得好緊張 然後後來那個 終於印刷出來 印刷出來發現 這樣子是沒有辦法 對 跟機票那個護照上面不一樣 對 表示他在登機的時候又寫反了 然後就又要重新申請 就再等快一個小時 然後他們又好緊張 好緊張 然後還要付那個更名費 然後最後他們說好險拿機 但是他們是用手刀 在那個機場狂奔 才趕上飛機的 太火大 太火大了 就是男生才進一件事 而且你們是要辦一件事 對 我第一次去泰國的時候 是有第一次看到我以前女朋友 超生氣的 因為我們就很開心要去泰國玩 然後就要反正去 可以去哪邊跟很多東西啊 就去我們街海邊 到飯店的時候我們就很開心 要趕快把我們的心裡一份 然後再走 但是我去檢查的時候 我就發現 就是那個服務員就跟我說 先生不好意思 我說 從明天開始 那我們今天怎麼辦 離早來了 而且那個時候 他沒有離早去啊 而且那個時候就 早是一天 對 很多人 所以很難找到一個空的分間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 我是定隊的啊 我不是明天 我是晴天 晴天 然後他說 我看電腦說 不是 是明天 然後那個時候我的女朋友 就很生氣 因為他 他不喜歡去出國的事情 因為他出國 他沒有那個安全感 他覺得我們在一個地方 我們什麼東西都不了解 而且就是可能錢不夠什麼的嘛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說 好 沒關係 我訂明天 那我們今天來訂一個 一個 Extra Night 然後說我拿我的錢包 然後我發現 我的 然後 然後我們怎麼辦 然後我的女朋友真的很緊張 那不知道 你女朋友應該在旁邊吃抗 魷魚站的樣子 真的 他不知道要怎麼辦 真的嗎 然後那個時候他真的很生氣 可是到最後 我們還是可以 可以住一個晚上 就有順利找地方住就對了 對 那應該也比較貴吧 也是很貴啊 所以他更生氣啦 但是沒辦法 有一次是周杰倫 前幾年來新加坡 看演唱會的時候 然後前女友他很喜歡周杰倫 他說他想看那個演唱會 所以我就好不容易買到 兩張最貴的門票 然後買到的時候 他就說那個票給他保管 因為他怕我撞到 然後他就保管了之後 我當天演唱會呢 他進完就忘記帶 然後要進場他都忘了帶 所以我要當下要飆車回家拿票 然後再飆回來 然後整個上半場我全部都 我們都沒有看到 就從中間才看起 哇 你那個是飆得回去 有一次我們去美國看球賽 是 然後瓜哥就說那個 叫我上去幫他訂球票 是 然後我們很早之前就訂 因為美國球賽那個球票很難訂嘛 然後我們就訂了前面很多 很貴喔 就最前面那一排的 然後我就把它印出來之後 放在文件夾裡面 然後我們就出國了嘛 然後到了國外之後發現 文件夾在家裡的啊 好優秀喔 真的 我跟外送訊要再買了票 然後又更貴去看球賽 對 因為這些小東西 像一個你鎖的這些門票 小東西很容易忘記 弄不見了 都會腰死錢包那些 都很容易弄不見了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你怎麼會忘記一個人呢 好 要看 對啊 又是我的問題 我還沒講我的故事 好 然後就是因為我回去美國 剛好我回來的那一天 我就是我女朋友也休假 我想說那你要不要 可不可以來載我 他說可以 好 那我在美國的機場 我就一直那種 融賴跟他聊天 對 明天幾點會到 對…好開心 我已經差不多一個月 沒有看到你回家 我們要好好的開心一下 就講一大堆 有了沒有 細節 太細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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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就是講 然後就說我們要準備結束 待會兒見 應該很清楚 很清楚 待會兒見 因為待會兒見了嘛 對 你也跟他說你已經在機場了嘛 對 對不對 出來 沒有人 我想說 說不定 他就是比較晚到沒關係 塞車 塞車或是遇到什麼問題沒關係 打電話給他 他說 奇怪 他可能在開車 不好意思 沒辦法接 沒辦法接電話 然後就站在外面等他 因為就是他一定要過來 因為就是那一天我還要工作 然後就是剛好有一些時間 我想說就陪他一下 再去工作 OK 等 沒有人 後來就是開始狂子打 狂子打 一直打 終於接了 他說你在哪裡 他在家 怎樣 你不是還在美國嗎 我已經到了台灣耶 你不是要來載我嗎 我忘記 我超生氣 我根本沒有什麼事情 就變成他來載我 是在桃園機場 就馬上載我去那個飯店 就是進去 我沒有什麼衣服可以穿 我還要參加一個婚禮 就把一些就是 皺皺的衣服去唱歌 我最近也是有一個女朋友 就是因為他的事情忘記 然後完全害我 沒有辦法去上班那一天 就是他 他要申請那個美國的學校 然後 他 他是要把他的那個 中文的字傳 翻成英文 然後他忘記是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的時候 他就求我救嘛 然後我想說 過幾個小時我就要去上班 然後我就說 好吧 那我們趕快去用嘛 然後我在家裡就 認真就是把他反應 結果翻完了 我就趕快去上班 結果我就收到一個電話 他就說 然後我就說 我說沒有啊 就在店面那邊啊 他說 你沒有存檔嗎 我就說 我沒有存檔 因為你在我旁邊嘛 你不是馬上就是可以 就是插那個USB嗎 他說 沒有啊 你不要幫我存... 結果就因為這件事情 我還要打一個電話 跟老闆說一個接口 我還要回家 還要幫他重用 你為什麼要抄韌翔的故事 韌翔的故事 韌翔 你看 記憶力有這麼短的 剛剛講完他就說韌翔的故事 什麼故事 講得一模一樣耶 你在哪裡 我站在那裡 你是誰